竹筍是竹山地區的傳統食材之一 各式筍質都深厚民眾喜愛 許多民眾都參參無筍不歡 而今年雖受氣候影響 產季有所推遲 但近期馬竹筍產季也正式開始 每天筍農們都會採摘鮮嫩的馬竹筍前往市場販售 這相當既美味 不管是用來入菜 或是加工製成特產都相當合適 目前剩不多的開始而已 剛剛開始所以量還是很少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往年現在已經很多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比較慢 慢一些 今年價格會比往年高一些 主要是整個筍量還沒有出來 大概是這樣 其實這個馬竹筍主要是加工 做種筍、生筍、孫肝 所以會做這些東西的民眾 他們還是都會買 先年五月方也推薦民眾 近期開始正式 平常馬竹筍的好時期 熊陶客們都能夠把握時間 多多購買平常鮮嫩好吃的馬竹筍 我們竹山這邊 沒筍就是沒菜 所以我們筍比較纖維比較多 大家鄉親各方面 都是很喜歡吃我們的馬竹筍 現在我們的竹山 馬竹筍是盛產時期 現在在出 所以我們是愛吃筍的 大家能夠趕快來我們竹山 來購買馬竹筍 馬竹筍的非常油 還有豬湯非常好吃 議長和尚豐也要請民眾 若要品嘗美味的馬竹筍 近期正是最好的時間點 也歡迎民眾都能夠前來支持選購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答 謝謝大家